在地大小时要带您关心到 台湾国际知名的画家陈明顺 在6号的时候回到了家乡 跟国祥母校将近300位师生 一起临摹他的作品 县长翁张良也到场参与绘画体验 小朋友拿起画笔具金会神 他们临摹的都是校友画家陈明顺的作品 陈明顺先生画的东西徐旅人生 希望我可以跟他画的一样 每个人拿起作品洋溢笑容 陈明顺也笑开怀 为了在地孩童美学教育 他多次回到母校明和国小举办画展 这回也配合学校户外教学 到场陪伴小朋友临摹作品 嘉义县长翁张良也到场参与绘画体验 忘掉时间是人生最快乐的事情 所以怎么样让自己培养一个兴趣 可以把时间忘掉 绝对是一个最好的训练 国小三年级以后 他们就懂得什么叫做视觉 什么叫做空间 什么叫做色彩的一个应用 陈明顺出身农家 常常利用身边家情 作为创作题材 2013年起 连续四年获选法国三大沙龙画家 成为国际知名油画家 也希望自己能培养 孩童们的美学素养 期望艺术从小扎根 记者蔡从吴嘉义报道